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朱老总当年使用的一头锣子 由你一起送到延安 彭老总还特地叮嘱说 延安快没钱吃饭了 这二十斤宝贝能用一段时间 你要记住 你要是在路上出了事 毛主急 朱老总就要饿肚子了 王郑柱当然也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 就像彭老总拍着凶途保证 一定完成任务 从太行山到延安 途中要经过延西山的房区 还要提防日北军和漫山遍野的土匪 不能走直线 要先从近西南走到近西北 再渡过黄河 王郑柱算了算 行程至少要三千里 日夜兼程 也要走上两个多月 而且 这些宝贝可不是一整块 而是上百块 有金条 银簪子 还有宝石等等 王郑柱把他们都勒在一个包袱里 然后紧紧贴在自己的衬衣里 确保无疑遗漏 当时是寒冬 这些东西冰凉冷液 贴在身上实在是难受 刚背上的时候 王郑柱就感觉身上有一股寒气迁徙 冰冷刺骨 慢慢的 体温才消减了寒气 王郑柱却弄得口干舌燥 不停的喝水 好在当时是国共合作 在阎西山房区 王郑柱一行 基本没有人阻拦 但王郑柱身负重任 看谁都不像好人 在各地的村宫所休息时 都是喝一而睡 任由金主宝贝 各着身体 也不敢脱衣服 在平辽县一带 因土匪猖獗 当地的武工队接到命令 严密 保护王郑柱一行 武工队自然不敢怠慢 带着王郑柱像都圈圈一样 一会儿在这个山梁 一会儿又跑到另一个山谷 别人移动很方便 但王郑柱身上多了 二十多斤重的 龙脚不移的金属疙瘩 每走一步 都瘙得身上难受 王郑柱每次都咬着牙 和维士人一样 跟着同志们翻山越岭 四月十四日 王郑柱等人终于躲过各种铭枪案件 平安到达了近西北的康宁堡 近西北第八军区所在地 王郑柱这才稍稍放心 且下金袋子 休息一会儿 其实 跟王郑柱一起走的 还有一位叫罗剑的女艺店员 也是跟着他一起去延安 罗剑跟王郑柱 当时也算是恋人 看王郑柱天天背着个包袱 想帮他背一会儿 但王郑柱每次都拒绝 甚至连里面是什么东西 都没跟罗剑说 图 金身将军王郑柱拒照 毕竟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 多一个人知道 就多一份危险 直到五月五日 王郑柱一行渡过黄河 到了闪甘宁根据地 才真正放下心来 王郑柱把金袋子从身上截下来 放在罗子上 袋子上全是斑斑血迹 罗剑直到这时候 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埋怨他说 原来你身上还绑着这么多宝贝呢 怎么也不给我说一声 你连我都防备 王郑柱憨厚地笑笑 说 不是防备你 是怕你有危险 罗剑当然也知道王郑柱的用心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这样做也是负责任的表现 就没在追究 反而对王郑柱更加满意 到了延安后 朱老总也听说了王郑柱的故事 亲自向他表示感谢 说你这是用你的命 救了我们的命 并让康克卿作证婚人 给王郑柱和罗剑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王郑柱和罗剑夫妇都很长寿 王郑柱2001年去世 活了86岁 罗剑2014年去世 活了91岁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味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UA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王郑柱和罗剑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 王郑柱和罗剑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